昨天晚上约八点半在小区里散步 遇到一位邻居 找我看看他们家的院子 他在院子一角放置了镜子 我们称为照妖镜 还挂了一小块镇宰石板 因对角的一家在对应的位置 放置了一块高约一米二的镇宰石 距离他家大约有十五米 小区里很多家都放了这种镇宰石 他认为对方家的镇宰石影响到他 因对方在放镇宰石后 他生了一场大病 当我走到离他家二十米位置的时候 闭幕立观了一下 随口说了一句 怎么这么黑 他说马上把灯打开 我说不是说灯 走到他家院子里 我才看清楚了我说黑的位置 是一个超窄的厚实的铁质楼梯 这个位置是靠近他小院的西边 而这个位置的正南呢 是一个密室的雨棚 正西呢 是一个车库棚 正北呢 是两个自建的小屋 及通往后花园的通道 正西南呢 又有一个遮阳伞 楼梯上方连着是自制的金属遮阳平台 上面还放了两个大大的水袋 再次内观 发现这个楼梯处连接六屋 而形成了一个纠缠的能量场 盘绕着 凝聚着 很多地气 不得释放 今天中午 再次来到他家的院子 正好他在 他询问我如何调整这六屋 来释放缠绕的能量场 我给他一些建议 聊到最后 我发现 这个纠缠的能量场的产生 还有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因素 被我忽略了 那就是他 他的心念 是这个纠缠能量场的最主要的元凶 我让他换一个心 洗心革面 从心做人 当我说到这点时 他眼睛忽然一亮 另外我告诉他 对面的震灾石可能是放反了 挤压的地气中 出现了金色的粘稠型的 也就是地气中最好的 正好对着他家的方向 干嘛还要傻傻的拒绝 用什么照妖镜抵挡 照收就好 听到这儿 他立刻兴奋和高兴起来 我走的时候 他连续说了好几遍 感谢郭老师 我也很高兴 帮他摆脱之前的种种的猜测和纠缠 最后说一句 我不会看风水 什么天干地支 罗盘都不会用 但道长说 看风水有两种 一种是风水先生们 他们是阴看 通过计算 使用很多招式 都为阴招 一种呢 就是阳看 就是我这种 最原始的 观能量场的方式 直接知道 里面是什么东西 如何纠正气机 但我还是不敢承认 自己会看风水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